四漁夫的奇幻漂流 迷航30天获救 军舰考完后 获救的漁夫一一上前与海军人员握手 感谢救命之恩 这四名漁民9月24号 从厄瓜多西北部一座港口出海捕鱼 其中两人是哥伦比亚人 两人是厄瓜多人 没想到他们在海上迷失方向 10月1号 他们的燃油耗尽 渔船随波逐流向北漂 漂到距离墨西哥南部恰发四周 约260公里的位置 直到10月30号 他们才被墨西哥海军一架飞机发现 派出军舰隔天救起四人 他们被救起时严重脱水 进出部治疗后情况良好 以郊游移民单位处理 但目前还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怎么在海上渡过这一个多月 动新闻综合报导 音乐 听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